詹愛銘的股市語錄149條 股市最神奇的地方 就現行上往往會透露一些未來的訊息 詹愛銘跟你講這些 你一定要看得懂 你看不懂 你將來在股票上 你一定會操作上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懂意思嗎 就像最近我看一個YouTube影片 一個火星男孩 他講什麼你都聽不懂 真的不知道講什麼 很多人說他是來自於火星 因為他講的東西 你實在是太厲害了 舉個例子 在埃及那個人面私生像面 他說啊 人面私生像的裡面隱藏了很多宇宙的秘密 開關在哪裡 開關在他的耳朵後面 很多人就看人面私生像不曉得 那這個埃及 這個火星男孩有沒有去過埃及 沒有 他跟你講 這個秘密隱藏在哪裡 開關在耳朵的後面 所以很多人去看人面私生像 耳朵後面真的有個洞 然後被塞住了 真的很厲害 他講很多東西喔 你驗證完之後就很神奇 火星男孩 懂意思嗎 趙愛銘這一書喔 就跟火星男孩一樣 裡面很多秘密 真的 你看不懂 你有一天你就會講很多學費 懂意思嗎 來再看一次 股市神奇的地方就現行上 往往會透露一些未來的訊息 所以趙愛銘你怎麼知道這波下跌 全市場都說多啊 拍紅盤啊 多單啊 趙愛銘明明白白 跟你講 多單出場 反手的空單 滿手的空單 沒有任何的多單 趙愛銘你怎麼知道 答案在這裡啊 因為他有現行已經告訴我未來訊息 我就知道這個有問題了嘛 好 你看這是我在lighter上面公開發表 告訴大家的 跟你講電子股有問題了 對不對 這不是今天講的 這封關就講了 對不對 1月28封關的 那我們再來看這一張圖 20這個20年1月20號 封關 台股封關 那你看這一張圖 那你告訴我1 2 有沒有看到兩個賣出訊號 有沒有看到第一條線在零走 第二條線跌破了 第三條線也在零走 這是告訴你什麼 一波行情的結束嘛 他當然不是一波行情的開始啊 所以我們看完這個圖 你再回去驗證我剛剛講的這句話 股市最神奇的地方 就在現行上往往會透露一些未來的訊息 對不對 就像火星男孩跟你講的秘密一樣 人們絲身像的耳朵後面長的機關 你可以進去人們絲身像看到一些宇宙的秘密 可是沒有人敢進去 他說現在還沒有到進去的時間點 將來可以從那邊進去 好 好 好